大家好 我是赛挺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之前大家广告啊 十一放假期间10月4号5号 我分别带队去天津 4号咱们去天津文庙和望海楼教堂 文庙啊 祭孔的地方 天津文庙啊 有一点非常好玩 这边是县学 这边是辅学 就是文庙相当于 既是这个祭孔的地方 也是辅学的地方 上证念书就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当官了 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县党校 市党校 是吧 然后这点地儿挨着 然后你从这个规格 这个等级 你从建筑上就能看出来 这实在是不一样 这个辅文庙高 这个县文庙就低 然后在这个文庙呢 咱们讲讲孔子 讲讲古代的科举制度 在望海楼教堂 咱们讲讲欧洲的宗教变迁 还有1870年天津教案 是吧 愤怒的群众是怎么烧毁的望海楼教堂 曾国藩呢 他在处理望海楼教堂的时候 按理说应该是处理的比较合理 但为什么民众不满意 官僚不满意 然后洋人也不满意呢 对吧 这是为什么 然后后来呢 朝廷觉得他办事不利 把他给换下去了 换上来的是谁呀 换上来的是原来的江苏巡抚 现在的支离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那年44岁 他就彻底成为了 天字第一号的封江大利 这个在当时来讲太难得了 比李鸿章年龄小 然后当上直立总督这么高级的官的 只有袁仁凯 袁仁凯是42岁 那袁仁凯的故居呢 咱们在10月5号啊 也就是去完文庙的第二天 咱们去看那个袁仁凯故居 袁仁凯故居啊 边上是意大利封庆街 这袁仁凯故居在天津奥匈帝国的租界 然后这意大利封庆街呢 是意大利的租界 那民国时期嘛 因为在租界地区 他其实他的城市建设呀 都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咱们在这儿就能看着说 民国那些名人啊 他们都把宅子啊 给建在这个地方 像袁仁凯 冯国章 曹坤 这三位北洋时期的总统 他们的宅子就都离着很近啊 袁仁凯和那个冯国章 他俩那个宅子就是面对面 然后其他像什么这个梁启超 像宫金站 那这些人 他们名人故居也都在天津的意大利封庆街 那咱们在那儿就回首北洋时代 然后意大利封庆街上还有很多那个关于罗马神话的雕塑 希腊罗马神话我也是非常擅长 我录的第一期节目不就是讲希腊神话吗 所以在这儿呢 也给各位聊聊 这希腊神话里边的故事真的是很光很暴力 这我非常喜欢聊 是吧 所以那话不多说 咱就欢迎各位报名吧 咱们十一见 那言归正传 自打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这俄国在各条战线上的表现呢 就不太让人满意 总是胜利转进 长途越野不说 还把大量的交通工具丢弃在路边作为路障 增加乌克兰军队和他们比赛 比赛越野的难度 这一来二去啊 原来那些交通工具它就不太够了 所以呢 俄国人发扬工匠精神 让服役了五六十年的什么T55啊 T62这些老坦克 这些比坦克兵他爸岁数还大的坦克冲击投入战场 俄罗斯空前军呢 也考虑修复一些已经退役的苏二五啊 安十二 他们这么做似乎是给了海军一个重大的启示 虽然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 在特别潜水行动之后啊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没再怎么出动过 但是乌克兰的军队呢 他频繁的派无人艇 不讲武德的偷袭 实在是让人难以烧架 导致好几艘军舰被击沉 被重创 至此国难之际 俄罗斯国内就有军事博主建议 就是在一个类似于俄罗斯微博的这样一个社交媒体上 然后就有军事博主建议 说要把这些俄罗斯的博物馆战线 拉出来改装啊 投向战场 就是说在那个网站上呢 他的讨论频率 讨论次数还挺高 还上了热搜了 俄罗斯目前呢 一共有三艘水面战舰的博物馆 分别是圣彼得堡的南望号驱逐舰博物馆 还有阿富勒尔号驱洋舰博物馆 还有希罗西斯克的库图佐夫号驱洋舰博物馆 南望和阿富勒尔都是在波罗的海 那他们要是想进黑海的话 他这个黑海海峡 现在不是被土耳其封锁吗 他没法进 所以呢 能有条件改成博物馆 然后马上投入战争的 也就是库图佐夫这一艘军舰 库图佐夫号驱洋舰呢 是苏联斯维尔德洛夫级 排水量超过1.5万吨 主要武器是12门的152毫米舰炮 12门100毫米高炮 10具鱼雷发射管 还有其他的自卫武器 这是苏联乃至世界上最后的火炮驱洋舰 由于它诞生时间已经是50年代 此时反舰导弹 还有舰载机已经占据了海战的主导地位 那可以说这些军舰呢 刚刚诞生就已经过时了 他们一直服役到八九十年代 除了库图佐夫号被改成了博物馆之外 其他军舰全被拆毁 那么这艘军舰到底有没有改装的可能性呢 历史上啊 它确实有相关的案例 比如说二战末期美国海军服役的四艘压华级战列舰 战后呢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平年代嘛 压华级呢 也都大都处于封存状态 只是在朝鲜 越南这两场战争当中起封使用 1980年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海军的那些核动力潜艇 航空母舰 核动力巡洋舰 美国总统里根就提出了一个军备复苏计划 彻底甩掉以越战势力给美军带来的那种颓势 并在各个方面向苏联军事投入的决策 制造压力啊 制造这些诱骗的措施 让苏联人把原本不多的收入就全放在国防上 无法顾及民生 那到时候苏联就不占自愧了嘛 对吧 你造了那么多艘船 你生产了那么多艘导弹 和我一个月三天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小约翰莱曼 提出了600艘舰队计划 要在十年时间里发展出600艘舰艇 为了凑齐这600艘军舰呢 这美国海军是一边抓紧造军舰 一边把封存的舰艇重新解封 拆出来凑数 于是当时已经退休了好多年的亚伐级战列舰 被解封之后重新服役 毕竟这是一个排水量超过4万吨的巨型水上作战平台啊 而且它又是现成的装备无需要从头打造 非常适合里根政府当时的策略 不过这四艘战列舰呢 不能还用那些过时的装备 得安装一些现代化的武器 以适应作战需要 于是美国海军把他们拖进船厂 安装了战斧悬航导弹 安装了鱼叉反舰导弹 密集阵禁防炮 无人机等等 这美国海军的理念呢 就是借助压滑西战列舰 它庞大的舰体 让它成为海上移动的火力点 对岸上的这些目标进行火力压制 事实证明 这些改装和理念确实是不错的 那91年海湾战争当中 亚华级战列舰披荆战机 406毫米主炮 虽然是无法轰击海上舰船 但是打地面上的目标绰绰有余 亚华级的另一艘密苏里号 也获得了联合国活动勋章 和解放科威特勋章 这么一看呢 理论上讲 这么做军舰改装是可行的 但是放在俄罗斯这边 仍然没有任何实操性 最直接的原因是成本太高 拿亚华级来说 光是蒸汽涡轮主机 就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系 超过九成的零部件 当时已经早就停产了 没有厂家去生产去维护 虽然是80年代 给你增加了不少先进设备 但是他的改造工作呢 你动不动就得迁就你那种老旧的 重装甲舰体 非常麻烦 而且美军还是那种 最重视后勤的军队 改造压华 改造成这样 海湾战争当中 士兵就集体吐槽 说这军舰太难伺候 那如果换成了不重视后勤的俄国人保养的话 那我觉得就跟人间地狱一样 如果你非不信邪 非要改装的话 也可以参照意大利军队改造的那几艘战列舰 意大利呢 他海军的假想敌一直是法国海军 那进入30年代 法国海军服役了敦克尔克级战列舰 他在性能上 在航速上 他在火炮口径上 他是全方位碾压意大利的主义舰 那为了有效对抗敦克尔各级 意大利海军势必要建造类似的战舰 然而当时意大利经济状况并不好 财政的负担实在是负担不了新战略舰的那种建造成本 所以他们只能把四艘战略舰进行改造 那这次改造 脱胎换骨啊 不光是改了火控改了动力 甚至连船体都拉长了十米 就是除了这个中央这根船骨 啊龙骨他没动的话 基本上其他位置全都给改了一遍 为了对抗敦克尔各级 330毫米口径的主炮 意大利战略舰呢 他在改装的过程当中 还多了一个躺险服务 把原来305毫米口径的火炮 给扩膛 扩膛加固成320了 那改装之后 无论是军舰的火力 机动还是防护 确实是都不逊色于法国刚建造的新产品 这效果显然意见的好 不过好用的东西往往可都不便宜啊 事后经过统计 这几艘军舰改造费用一点都不比那个新军舰少多少 甚至还要高出来一点 其中有一艘军舰叫凯撒号 在二战结束之后就被赔偿给了苏联海军 改名为新罗西斯克号 1955年 这新罗西斯克号在港口突然发生爆炸并沉没 赫鲁晓夫呢 正是对这件事触目惊心 所以他在位期间坚决支持海军 要发展捣弹 要发展潜艇 凡是跟水面舰艇有关的东西 一律面谈 那意大利这次改装工作呀 在三十年代 这个时候战列舰的火炮啊 还有什么作战思路 它完全没有变 在同样作战思路之下 改造尚且如此的艰难 而像俄国人这边 把一艘火炮巡舰舰 改造成能适应现代战争的信息化导弹巡舰舰 这里边成本又得有多少了 自打战争爆发以来 俄国精密武器基本就陷入停产 国库里的银子也一天比一天少 别跟我说俄罗斯越打越有钱啊 这我不信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俄国人他的改造工作从哪入手呢 如果是俄国人他真的有这个本事 那您赶紧把那库斯涅索符号航空母舰修好啊 这个黑海舰队可用得上啊 还有人支持改装工作 是看上了库图佐夫号 他那个皮糙肉厚的抗击打能力 他有100毫米厚的组装甲带 甲板上也有50毫米厚的装甲 炮塔上更是有175毫米厚的装甲 那理论上 这个水平的装甲防护是能抵抗几枚这个反舰导弹的 那如果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进攻 库图佐夫可以发挥他结实耐用的特点 到近海做浮动炮台 然后对付乌克兰人 但这也属于理想很丰满 现代战争啊 很多导弹它是有钻地战斗部的 什么意思呢 这类战斗部它分成两部分 聚能战斗部先开动 然后呢 是半穿甲战斗部砸进去炸 美国就用战术巡洋导弹 做过类似的反舰实验 结果还是挺让军阀满意的 所以库图佐夫号 他要真是说进行火力支援的话 估计两枚导弹就能炸个窟窿 然后再用两枚导弹 钻进去钻进这个窟窿 引燃它在用户 到时候呢 就是所有成员缺缘欲罪了 所以呀 这种二战军舰 他去改装去服役 从头到脚都充斥着不靠谱 俄罗斯网站能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热火朝天 也说明了 这战争一年多以来 他们确实是没有心活了 穷途陌路了 只能天马星空的 在这方面动动什么歪心眼子了 这些军舰 他其实最好的去除是什么呢 被拉到乌克兰 建一个乌克兰卫国战争的博物馆 用这些军舰作为战利品去摆放 以纪念乌克兰人 不惧强敌的大无畏精神 好了 那关于二战时期 这些博物馆军舰的改装工作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谢谢大家